大家晚安 來關心天氣 從昨天天氣狀況還算穩定 但是從今天開始 就有些的短暫正雨出現 主要是有一波的封面稍微通過 另外注意到的是 南方有水氣北台 所以今天到明天星期一 天氣狀況會比較不穩定一些 不過未來一週要留意的 是下一波的封面會什麼時候報導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未來一週的天氣狀況 在星期一的時候 微弱封面接近 也就是現在感受到這一波的水氣 各地地球有剩雨出現 在溫度的部分 北台灣感覺還是有一點點的稍涼 高溫的部分 北部地區帶24度左右 而到了星期二的時候 水氣量逐漸在減少了 華南運氣遠離 這個時間點來講 陽光露臉的機會更多 但是局部地區 尤其像是在西部的山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些零星的短暫正雨 在高溫的部分 北台灣可以回升到30度 南台灣更熱一些 不過從星期四開始 就要留意了封面這時候 進入到台灣的北部海面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轉為有雨的天氣形態 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北方的冷空氣也逐漸在南下 因此在高溫的部分 會一路的下滑 從星期四 五之間的高溫 北台灣大約是降到25度左右 而到了星期五 星期六的時候 北部地區的高溫 就剩下20度了 因為這個時間點來講 東北季風開始增強 另外 美雨封面接近 因此溫度下滑 而且降雨的情況明顯增加 而且有局部大雨出現的機會 所以未來一週主要的變化 從星期四開始 接下來星期五 六日 感覺濕濕涼涼 不過降雨的情況會維持多久呢 當然還是要看整個封面 在台灣上空影響的程度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最新的這張雷達回波圖 這一波的封面通過台灣附近 南方有一些水氣的北台 所以在今天來講的話 局部的零星水氣進到台灣 尤其是在山區 帶來了一些短暫陣雨 比較明顯大片的水氣 持續地從北部地區快速地通過 我們可以看到在陸地上 並沒有很明顯的這些回波出現 所以在今天 各地雖然偶爾有些零星短暫陣雨 雲層量也偏多 但是並沒有很明顯的強降雨出現 不過到了明天還是要留意 偶爾有一波的這樣雲系移入的話 可能還是會造成明顯的大雨 我們就來看一下在雨區預測的部分 從今天晚間到明天白天的這段時間 北部地區中部的山區 有些零星陣雨的機會 到了明天晨間的時候 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區 以及北部的山區東半部地區 有些零星短暫陣雨的機會 而到了星期一的白天 還是有水氣移入 另外午後 有一些的對流作用發展之下 中部地區的山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有些的鎮雨發展機會 而要到了星期二 水氣量才會逐漸的減少 不過剛剛有提醒大家 未來一週要小心的是 另外一波的封面雲系影響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最新的這張地面天氣圖 剛剛講到的這一波封面帶 在台灣的附近 另外南方的雲系 持續的東移的影響之下 在今天到明天 帶來比較不穩定的天氣因子 不過接下來 封面帶會什麼時候再構成 北方還是有冷空氣 南方的暖空氣也持續在推進 預計在星期四的時候 封面帶又會出現在北部的海面上 在這個時間點來講的話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就會轉為偏東北風進來 而且大氣狀況比較不穩定 容易會有一些的陣雨出現 而到了星期五的時候 封面帶快速的通過了台灣附近 但是這個時間點來講就要看 在星期五的時候 這個封面帶目前看起來 從星期五到星期六 封面是快速的往南移 所以對台灣上空滯留的時間 並不算久 另外北方的冷空氣 也會快速的南下 因此從星期五到星期日的時候 溫度上面是小幅度的下滑 感受上面會比較涼一些些 不過如果封面持續維持的 比較久的話 那就還是有機會帶來 致災性的降雨 不過未來還是要持續關注的 當然就是整個水氣移入的情況 現在看起來 在今天到明天 南方的水氣是持續移入 但是水氣已經在減少當中 所以從星期一上班日的時候 外出注意路況攜帶雨距 星期二開始 陽光露臉的機會就會更多一些了 來看到明天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北部地區在明天的高溫 大約在24到26度左右 有些震雨的機會 中部地區同樣也是有些短暫震雨 那主要在午後 有一些局部雷雨發展的機會 高溫在28到29度 南台灣明天的降雨情況 會比今天機會再少一些些 高溫大約在29到31度 東半部地區也是有些的短暫震雨 高溫在26到28度 而在外島地區 馬祖金門跟澎湖 都有一些雷雨的機會 馬祖跟金門還是有陽光露臉 而在未來一周 我們可以留意到 其實在星期一之後 天氣狀況會逐漸地緩和下來 星期二到星期三 算是個小的緩和缺口 但是有些午後震雨的機會 星期四之後 封面逐漸接近 各地的天氣狀況又會比較不穩 外島地區同樣也是要留意 星期四之後 天氣狀況比較不穩定一些 小丁寧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局部大雨發展的機會之下 外出被雨季記得路況 注意一下路況 另外在西半部地區以及外島 還是有局部起屋的情況出現 行車注意安全 我是陳志根 狗仔回來請您持續鎖定 中視新聞